这天,锤锤和鸡仔一起放学回家,突然间,鸡仔三步并坐两步走到了马路边。 诶,锤锤,你快来看,我发现了什么,好多蚂蚁啊,它们竟然都在排队过马路呢。 哇,真的好多蚂蚁啊,你脚边还有那么大的一只。 哇哦!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蚂蚁过马路呢。 哎呀,这只大蚂蚁往我这里爬了,你你你,别往我脚上爬。 哈哈哈哈,谁叫你靠那么近,你快走开点,别影响它们搬家了。 诶,锤锤,我听说蚂蚁这种异常行为,就是预示着要下雨了,我们赶紧回去吧,别淋成落汤鸡了。 诶,鸡仔,原来你这么聪明啊,居然还知道这个。 那可不,蚂蚁搬家舌锅到,明日必有大雨到,这个谚语我可记得清清楚楚,快走快走,我可不想淋雨。 鸡仔,蚂蚁搬家的确可能预示着要下雨,但你知道吗,它们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搬家啊。 还有什么原因,我想一下,啊,我知道了,还有地震,快跑啊。 说完,鸡仔就拉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垂垂开始狂奔。 鸡仔,鸡仔,你先别急,不一定是地震。 哎,什么,可我听说,动物可以预测地震啊。 哎,让我歇会儿先。 哎,你知道,动物为什么能预测地震吗? 嗯,可能因为它们有特异功能吧。 你说,人类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,这样我们就能躲过地震啊。 这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啊,而是因为有些动物对于地面的震动比较敏感。 在地震即将来临之前,地面的震动会变得异常,但这些震动的频率比较低,人类感官感知不到,所以人类并不容易察觉到这种现象。 嗯,原来如此,那既然这样,蕾蕾你为什么还说不一定是地震,快跑吧。 哎,鸡仔,你先听我说完。 这些动物的异常行为,是因为它们感受到地面的震动之后才发生的,但并不是所有的震动都意味着地震啊,许多建筑工程也会产生震动,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动物的异常行为,来判断是否会地震。 哦,学到了,学到了,那除了蚂蚁,还有没有其他动物能预测地震呢? 嘿嘿,除了蚂蚁,还有蛤蟆,大象,当然还有你最怕的蛇呀。 拆拆你就知道吓我,反正现在没有地震,那我接着看蚂蚁搬家。 突然间,响起一声惊雷。 天空开始下起了,熙熙丽丽的小雨。 啊,下雨了,快跑啊。 蚂蚁搬家预示着雨要下,事件信号还是挺准的。 温馨提示,当地震发生时,小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冷静,不要慌张,要按照老师所教的地震自救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哦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个垂垂,我们下次见咯。 感谢观看